嘻嘻 算他一個小目標 500豐 我給你10萬小費 你那時候真不會給 成交啦 你的眼力很好啊 你這個色是不是仿綠啊 切開來看 切得還不夠狠 對嘛 切狠一點就可以了嘛 哇 這個腫水可以哦 通到這裡來 又切越厚了 可以可以可以 剛才切得不夠狠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做的話 連這個外皮 一直用啊 感覺很好 對啊 你看這裡 它是有的啊 我告訴你 你從這裡穿過來 你看嘛 這裡表現在這裡嘛 我感覺這個還是一起做的比較好 它這個不管是做人物 還是做手把 做動物都可以 看看 這件要不要考慮把它標一整個做 取淨 那個質量這麼好 不是取淨 就是說我們做一件別的 不要連著皮做 連著皮做 之前設計一個觀音嘛 我覺得不是說不行 操作起來 難度比較大 因為它很小 而且工很複雜 一小一複雜 那時候做起來就不清晰 我們乾脆從這裡放一片出來 把後面這皮不要 它應該整個傳過來的機率比較大 我們把它切出來 改另外一個方案 因為之前在緬甸 為了排視頻 高低整出過方案出來 那方案整出來 它不一定是最合適的 這個肉質不錯 先把整個皮 沒用了切掉 切成這樣看 做一件可以佩戴的 但是這一件還沒剝的時候 好像有很多網友都留言說 這個是沒有傳過來的 我在切的時候 我感覺它是穿過來的 這裡面還有一點特色 白加黃 這一塊是黃的 怪啊 當初為什麼要改這個設計方案 是因為這個人物它太小 它小到時候工藝顯不出來 這個給師傅做雕蟲小技 好 整個做 好 我們雕蟲小技上次不是做了蝎子嗎 有個評論 他說是五毒之一 蝎蜈蜈蚣 蝉蚱蚱蚱蚱 蛇 那他去做雕蚱小技吧 在這個師傅家裡 看到很多模型 我說以後就做雕蚱小技 給他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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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绿油油的 因为它这里镂空了 肿水完全释放出来 这样料纸当初这个最好的位置 这个最好的位置 这里是设计了一件观音的 想来想去 它这个实在是不适合做观音 为什么 它做得太小 太小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工艺太难体现了 你看 现在把它做成蜥蜴 它是属于一个大个体 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也才这么大 好大家看看 下面这些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干干的 那是因为做磨砂 我打单给你们看 肿水是不是很好 它跟这个肿水是一样的 你看这些白白的 做了一些它的蛋 一二三四五六 平常工厂做工的惯性又留下来了 师傅都知道 做多的东西就有三六九 三三无尽六六无求 做了六颗蛋 六个宝 这是它的宝 然后呢 这些你看颜色比较好的 你看这就瞧出来 这种做法呢 比较体现这个料纸的价值 我感觉是 它这个蜥蜴啊 好像跟这个融为一体 你看远远一看 就藏在那里面 当然我也不是动物啊 我们是高级动物 我不是这种动物 我不知道其他动物 它的天底在看它的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 它是比较上于伪装的 随机应变 所以呢 我们做蜥蜴就 蜥蜴蜴 算它一个小目标 谁都想啊 哪有那么简单 还有就是随机而变 今非昔比 反正我们做这个 题材很多 意义也很好 好好拍这个 我打算以后找些奇奇怪怪的料子 做这些雕虫小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